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7年5月 蒋介石调集45万大军 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 张灵甫为了抢头弓 率领整编74师 孤军深入 进入孟良故 就把指挥所设在了这里 我们进去看看 中间这个人就是张灵甫 两边是他的两个副官 旁边还有个报务员 后面的墙上挂着蒋介石的画像 桌子上还有张灵甫用过的电话 油灯 茶壶 钢盔 前面的玻璃柜里还有很多张灵甫当年用过的东西 他的军毯 他的文房四宝 以及他的夫人王玉玲用过的东西 这边还有张灵甫大揭秘 其实就是他的生平简介 原名张中灵 又名宗灵自灵甫 生于1903年8月 是陕西西安长安县东大村人 1923年毕业于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毕业后当过老师 后来又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还是个学霸 1926年张灵甫又考入了黄埔军校 看看吧 学霸就是学霸 中国这一文一武两大最顶家学府都被他考上了 而且张灵甫考上的还是黄埔第四期 公认质量最高的一期 同学有林彪 刘志丹 武中豪 胡练 李弥 谢靖元等等 在抗战时期 张灵甫也是一位猛将 参加过松湖会战 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 长沙会战等等重大战役 到抗战胜利后 张灵甫胜任74军军长兼南京卫戍司令 足见蒋介石对他的器重 这边是介绍张灵甫的四位妻子 第一位妻子叫刑琪英 是家里给他找的童养席 生了一个儿子叫张军礼 后来担任过陕西西安市政协副主席 第二位妻子叫吴海岚 后来因为张灵甫怀疑他有外遇 就把他杀了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荒动 连宋美玲都出面 说一定要把张灵甫绳之以法 但是蒋介石爱才心切 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 就把他放了出来 让他戴罪立功 后来张灵甫又跟高燕玉结婚 但是这个女人好吃懒做 还抽大烟 就被张灵甫给修了 到了1945年 张灵甫又娶了最后一位妻子叫王玉玲 当年还只有17岁 张灵甫在孟良故被击毙后 王玉玲带着儿子去了台湾 在孙丽仁的帮助下去了美国留学 后来一直在美国生活 直到1973年 在周总理的邀请下 王玉玲才回到祖国 2007年 王玉玲来到孟良故 参观了这个张灵甫的指挥所 还放了一个花圈 当时王玉玲说 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 就是她在最痛苦的时候 在最无意的时候 我没有跟她在一起 所以看到这个山洞的时候 我心里感慨很多 我从来没有讲过 告诉过她 我爱她 她死了以后 我一直后悔莫及 我就觉得 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呀 连一句简单的话都不会讲 不曾讲